因为我们都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有一个必走的仪式 就是上市一开始呢 要有人上去敲那个钟 那一般敲钟的人呢 往往都是企业的创业者 或者是创业者的朋友 因为他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我想可能绝大多数的企业创业者 不愿意放过这个 凝刻着自己一生 心血成就和记忆的 这样一个伟大时刻 但是马云主动的放弃 给阿里巴巴上市敲钟的呢 是什么人呢 总共八个人 这八个人里边 真正够得上名人级别的 只有一个 现在是淘宝店的一个店主 她的名字呢 叫劳律师 是咱们前奥运会的跳酒冠军 剩下的七个人 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 其中劳律师和另一位 来自四川的女孩呢 代表的是 在淘宝上创业的淘宝店主 这里边呢 还有在农村 进行电商服务创业 六年之久的一位普通农民 他有一位同事的 十年快递业务的快递员 还有淘宝的铁杆粉丝 铁杆用户 还有同事迎客服务的90后大学生 另外还有在淘宝上 我们长线的那个淘宝摩托 淘宁郎 最有意思的呢 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农场主 为什么选择他呢 是因为他生产的水果 是通过天猫 卖到了遥远的中国 所以这样一群人站在台上呢 马云感到很兴奋 他对记者说 说是 我自己站在台上意义已经不大 如果有一些人 因为我创造的阿里巴巴 创造的电子商务而有所改变 那么这是我最高兴的 他们成功了 我现在成功 其实我是觉得 下下马云这种理念 反映了做生意一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会做生意的人 要首先让你的合作伙伴赚钱 他赚到钱了 你才能赚钱 有很多人做生意目的 就是自己合适就行了 结果最后成了孤家寡人 你事实上也赚不到钱 所以在这样一个共享的时代呢 马云这种共享的理念 其实不仅仅是商业的精髓 它也是互联网时代的精髓 那么我们看呢 阿里巴巴上市呢 他带来的这个成就 是相当闪亮度目的 我们刚才在前面倒雨说到 他首日收盘的时候 整体市值冲到了2314亿美元 这个市值相当于什么呢 代表着阿里巴巴富可敌国 世界上100多个国家 这个市值的价格 等于是还在世界上GDP总量 第43位的巴基斯坦后头 还在第44位的伊拉克前面 是这么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 他整体的财富 他没有阿里巴巴多 所以阿里巴巴真可以称得上 富可敌国超过100多个国家 那么这个市值的价格呢 也相当于什么呢 最近我们知道苏格兰不是闹独立吗 没闹成 如果苏格兰独立了 苏格兰的整个国家的GDP 也不过是2310多亿美元 就说等于阿里巴巴呢 就相当于一个苏格兰 他这个市值呢 使他呢超越了很多互联网的 大牌的公司 你像Facebook 现在呢 阿里巴巴排到第二 排第一位的这个国家 就这个成绩是相当令人感到自豪的 而且阿里巴巴这一上市呢 我们知道每一次有一个大力公司上市 都会造就很多富翁 出现很多神话 你看当年百度 百度上市呢 就造就了八个亿万富翁 那么阿里巴巴上市 他所造就的富翁 那不是以前那些公司能比 那么他创造了什么样的造富神话呢 首先我们看马云 马云本人呢 他占阿里巴巴公司8.9%的股份 按照这个市值价格呢 他现在的身家 已经超越了王健林和马化成 成为了现在中国首部 而且马云给下级 他的跟随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当初跟马云在一块的呢 前前后后有30位合伙人 这30位合伙人的合伙 掌握了阿里巴巴公司14%的股份 这个市值就已经多达200多亿美元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马云的第一副手 蔡崇信 这个蔡崇信呢 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 当年呢放弃了70万美元的年薪 甘心情愿领每月500块钱的工资 跟着马云创业 这说起来这是90年代的事 现在的蔡崇信呢 占有阿里巴巴公司3.6%的股份 他个人的资产已经达到了48亿美元 那么其他的跟随者 包括阿里巴巴的前员工 包括阿里巴巴现在的员工 以及关联公司的员工 总共在阿里巴巴公司里面呢 大约有多达1万1000名员工 持有阿里巴巴的股份 平均算下来 每个人持有百万美元以下 那么如果按照现在的汇率预算 也就是说阿里巴巴造就了 上万名千万富翁 就如果按人民币计算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 这是中国企业 有这个上市过程以来 可能造付神话里 最为挫散着目的 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人 不仅影响了中国富豪 它还影响了世界富豪的格局 你看日本的第一富豪 现在的名字叫孙正义 这个孙正义是刚刚成为日本第一富豪 他成为日本第一富豪的主要原因 就是阿里巴巴上市了 因为他创造的软人投资集团 占据阿里巴巴股份的34% 由于这一个阿里巴巴上市 使孙正义成为日本的第一富豪 那么这件事情呢 也引发了大家对当年一个事的猜测 和追想 就孙正义呢 他是韩裔日本人 原来是韩国的 他韩裔日本人 身高也是一米五左右 就这么一个小个子 在当年持有了大量资金的时候 开始疯狂的投资中国的互联网事业 他投资过新浪 投资过网易 都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回报 但是最成功的 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 以2000万美元注资阿里巴巴 其实当年呢 他投资阿里巴巴 真不是马云追着他 而是他追着马云 因为马云在1999年的时候呢 已经从高盛公司呢 融资了大概有500万美元 暂时他不缺钱 那个时候在朋友推荐下呢 就说你最好到北京见一个人 这人对你未来发展很有帮助 而马云呢 听人劝就来了 就见到了孙正义 现在外头有很多传言 说是他6分钟就说服了孙正义投资 还有说两个人在卫生间里边 这个继父子那工会 就就就就把6分钟以内 就把对方说服了 其实这都不对 真实的情况呢 是当时呢 这个软人集团呢 孙正义代表的软人集团呢 要跟6家客户谈 然后跟每家客户呢 只能有6分钟时间 你来陈述 你的公司是怎么回事 马云就说了有6分钟 当时孙正义就觉得 应该投资这一家 所以当时软人集团提出来的呢 是准备拿4000万美元 要占据你49%的股份 但是马云认为这股份占高了 再一个他觉得 自己手头并不缺钱 只肯接收他一半 接收他2000万美元 所以当时整个投资经过是这样 就当时2000年的时候 孙正义以2000万美元 入主阿里巴巴 占据了阿里巴巴 当时34%的股份 你看时至今日 我们发现 这软人集团当初 是非常非常有眼光的 他已经投资了新浪和网易 就是他愿意在阿里巴巴身上 砸大价钱 这个是被马云的创作理念 打动了 不仅是马云转型 做了电子商务 给他带来的这种债汉 同时他发现 马云的创业合伙人 多达18个人之多 所以他一后来对媒体说 说我当时为什么看上马云来 就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创业 他一开始的合伙人 两三个顶天了 其实这也是我们电视机前 很多观众朋友 假如你从创业时代走过 最开始创业的合伙人 基本上就两三个三十个 不可能再多了 他说马云能说动 这18个人跟他一块创业 说明这个人的领导能力 以及他均衡每个不同性格人的 这种领导能力 超强 所以他看好了马云 实践证明他也没有看错 现在给了他丰富的回报 他成了日本首富 那么同样 当年和马云有过接触的投资者 现在绝大多数 长的都毁性了 为啥 很遗憾 当年没有能够和马云合作 你看这里面 常都毁性了 我随便一举例 就一堆名人 你像天使投资界 顶顶大名的小小哥 小小哥说我当年呢 看错了 我等后来我后悔 想要投资马云的时候 来不及了 为啥 我现在把所有钱投到那 也占不了他多少股份了 没用 还有大名鼎鼎的 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 马化腾说 我当年跟马云有过接触 这个我当时有机会呢 占有阿里巴巴公司 15%的股份 可是我当时嫌少 我现在要占就占50% 现在我肠都毁性了 当初没有投资成功 还有著名的地产商 这个六君子之一 峰轮 不论说我当年也是 投资给了阿里巴巴的对手 投资给了一句 现在证明呢 我是看走眼了 但是我由衷的佩服马云 就是在做企业的过程当中 你要跟随着大众潮流呢 你会做得很轻松 你要是转型呢 会非常冒险 老板会很累 但是你只有转型 你才能成为行业的领导者 可马云当年 如果只做中国行业 他就是一中间公司 能挣些钱 但是他转型做电子商务 搭建了阿里巴巴的电子平台 他就是行业领导者 那么冯伦说这句话也点重了 马云和阿里巴巴成功的重案原因 敢冒险 敢为天下先 在九十年代呢 马云因为一次催账 他是大学英文老师嘛 他外语好 去美国催账 接触了互联网 那时候马云就认为 这个东西将来必然改变世界 1992年之前的马云 还是一位英文教师 但教师马云 并不是一个安自的远货 他内心那股 想做大事的闯劲 促使他最终 走向了创业之路 海博翻译社 是马云试水商海 卖出的第一部 创业初期 也曾有过艰辛 也曾入国付出 但日后 凭着不怕吃亏 不怕吃苦的这股傻劲 马云的翻译社 拨了下来 便成为杭州最大的翻译社 1995年 马云凭超强的活动能力 为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名气 一家和美商合作承包建设项目的 中国公司 替马云对翻译 到美国收账 接下来的一切 就像好莱坞影片中的情节一样 美国商人想赖账 将马云禁忌在房间中 经过数日 马云又在惊恐不安中被释放 但他没有立即回驳 而是从洛杉矶 飞到了西亚湖 而这次旅程 也悄悄地改变了马云 在西亚湖 马云去了一家 不齐眼的公司 正是在这里 马云第一次接触到了互联网 那家公司的人告诉马云 想查什么 在电脑上一敲就能出来 商业秀学敏感的马云 觉得互联网这东西 相当肯定有信 互联网改变世界 正是这段经历 帮马云找到了理想和奋斗目标 因为他此后的巨大成功 见得了基础 所以他回到国内 创立了互联网公司 他开始做什么 叫中国黄业 无非就是把中国的企业 放到外国的互联网上 这样在世界各地 想找你资料都能找得到 就等于向世界推介中国 两千多字的文字 加上图片 就收人两万多块钱 做这么一个网页 因为那时没有几家能做网页 马云接下来被这个国家外经贸部点名以来 对我们建外经贸部的网站 可以说马云那是做的风生水起 机会都非常好 但是马云当时把这些都放弃了 从北京回到杭州 重新创业 因为马云觉得他看到了当时新浪 搜狐网易 这些家风生水起 他就知道如果错过这个时间 就不可能再迎来互联网的春天 就不属于他了 所以马云决定放弃掉以前 中介公司的那种 乌马找六洋的简单做法 他就想到 有互联网这样一个平台 世上就没有难做的生意 就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原来可能远在天边 够都够不着的事 现在在互联网上一下变得 甚至拥挤起来 所以马云要利用互联网这伟大事迹 达到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所有人都通过这个平台能干点事 所以当时马云在这个理念提出之下 他创立了伟大的阿里巴巴公司 所以我说这就像冯伦说的 如果他仅仅做不住这公司 他永远是跟随者 但是他敢于冒险 做电子商务 他就成为了行业的领导者